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你了 今年三月份 我抽空回了趟重庆 十七岁就离开了这里 记忆中对她的印象没那么清晰了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学校的那种日子 简简单单 无虞无虑 学校附近有一家豆花店 读书那会儿 很爱吃 有几个菜的味道 想起来都能吃下午晚饭 阿姨 点菜 我一个粉针排骨 一个粉针排骨 嗯 一个小白 豆花还有啥 豆花还有 那要一个豆花 一个豆花 我现在过去找你耍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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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好好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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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会儿姐 等会儿姐 好 拜拜 好 梅杨是我中学时期的兄弟 我们以前在周末 经常一起去街上跳舞 现在 他已经是当地一个 小名气的街舞老师了 哎 一样 成了成了 可以哦 跳的越来好了 还可以还可以 一直在跳 刚刚看跳舞 想到了之前 农民和跳舞的什么 我也是 二十人 放花刷呀 你跳 好吧 我肯定也是 南德河也是 我们换个地方吧 也差我 行进行进行进行 走嘛走 聊完走 自从拿了驾照 我还是第一次 在重庆骑摩托车 哥 今天天气特别好 每样时候 那就去老地方吧 没准还能看到日落 哎呦 有没有感赏 日落 每次都没感赏 好喜的 下回来 希望干点赏 好的 对 今天那会儿回来感觉 怎么样了 你感觉变化大不大 说实话 每次回来 我感觉都还是 有点变化 对 变化还是多大了 现在有很多路都找不到了 没不陌生 不太陌生了 我现在感觉 感觉会重庆 都像出差一样 哈哈哈 回来的太大了 你连回来吃 不过我们都在 回来回来回来 我们算 好的 嗯 这就是爱你的人吧 无论成为谁 去到哪儿 每次回头都能看见他们 他们的爱 是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来源 他们是我的朋友 家人 陪着我在二十四岁这个起点 在此出发 老师你好的 走哪儿了 到交媒机场 好的 请记好安全带 的 这些优优独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